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托二号月球车 受光照成功自主唤醒 目前已经进入第十七月昼工作期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托二号月球车 分别在4月17号13时24分和16号20时57分自主唤醒 进入第十七月昼工作期 在本月昼工作期内 着陆器搭载的科学载荷将按计划开机工作 玉托二号月球车则将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 开展巡视探测任务 在此期间 月球车上的全景相机 预计在接近月五时进行环拍探测 红外成像光谱仪将进行定标和红外探测 侧月雷达将在行驶过程中开展同步探测 着陆月备以来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托二号月球车 获取了大量探测数据 地面各侧控站和中心数据接收及处理正常 后续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托二号月球车 将继续前行 争取获得更多的一手科学探测成果 我们在这ño集整枪的上红外чики banana 有进行 grade到这些大量事顺和玉托一号砺